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五百八十记 乘个晚上赶往白龙洞隧道 他所乘的出租车在半途中遇见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司机询问那女人情况 可他却一言不发地朝着出租车走来 正常人在路边遇到这样的情况 很少会往鬼怪身上联想 司机也不例外 这姑娘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 车窗被拍动 就是一愣神的功夫 女人已经走到了出租车旁边 她面无表情地盯着司机 手掌连续不停地拍起车窗 如果一个人走夜路 被人这样拍车窗肯定会心里犯处 但司机的表现却有些反常 她冲着车窗外的女人笑了笑 仿佛自言自语一般说道 没事 不要害怕 我送你回家 说着 她就打开了车门 女人顺势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乘哥自己坐在后排 看向出租车前面 什么情况 女人上车后就低下了头 一句话也没说 但是司机却一个人说个不停 仿佛在跟空气对话 看着非常诡异 你结过婚了呀 假暴这种事啊 我是零容忍大 有一次就第二次 绝对不能姑息啊 我能理解你离家出走 太可怜了 你要去你父母家吗 好的 没问题 最后诚哥实在看不下去 他拿出背包里的圆珠笔 在印有二维码的纸牌背面 写下了一句话 那个女人有问题 写完后 他将牌子递给司机 师父 你这二维码扫不出来 你看看是不是牌子上有缺损 司机拿着牌子瞅了半天 就是不往纸牌背后看 没问题啊 要不用支付宝吧 说完 他又摸出一张牌子 递给诚哥 没有去接牌子 诚哥朝副驾驶看了一眼 你准备送这姑娘回家吗 她家在哪 说不定我们顺落 你送她一个人 是白送 搭上我一起 我还给你车钱 司机一想 是这么个道理 可又有些纳闷了 他住在父亲的村子里 还要往前走 那边更荒凉了 你们应该不顺路吧 诚哥拉开背包拉锁 把手伸了进去 巧了 我也正好要往那边走 你只管看 到时候 让他和我一起下车就行了 听到诚哥的话 司机没有马上同意 他皱了下眉 偷偷转身 瞟了一下诚哥 眼神中夹杂着一丝怀疑 可能在他看来 诚哥非要和一个受伤的弱女子 同时下车 一定别有信思 从外貌上看 诚哥给人的印象很好 阳光和善 有礼貌 但是他手边那个沉甸甸的大背包 却让司机有点不舒服 其中有淡淡的血腥味飘出 他犹豫了一会儿 才发动车子 好吧 出租车继续往前开 司机仍旧一个人 对着空气说话 车内的另外两名乘客都忽视了他 诚哥紧盯着坐在副驾驶位的女人 她使用阴桐上下扫尸对方 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 那个女人似乎知道诚哥在看自己 后视镜中 她的嘴角慢慢上窍 这个笑容配合她惨白的皮肤 让诚哥觉得有些瘆人 笑吗 等会儿下车 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诚哥在心里嘀咕 他不知道女人的目的地是哪里 只是觉得既然撞上来 那就陪对方走完这最后一场吧 路灯愈发昏暗 两边的树木随风摆动 影子硬照在路面上 看着让人很不舒服 出租车内 司机一个人自说自话 似乎和女人聊得很开心 可事实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女人 从上车到现在根本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这诡异的氛围当中 出租车又往前开了几百米 司机突然踩下刹车 车子猛地停了一下 在惯性的作用下 诚哥的头差点撞到了那女人的座椅靠背上 怎么了 诚哥一只手在背包里 另一只手抓住车门 如果遇到危险 他会直接砸门跳车 司机冷汗都被吓了出来 他指着前面的马路 前面有个小孩 马路偏左侧的位置 有一个贴着黑色塑料袋的男孩 他看起来只有七八岁 穿着浅白色的T恤 神色惶恐不安 似乎被迎面驶来的出租车吓了一跳 荒郊野岭 这怎么有个孩子 司机打开车窗 正要把头伸出去的时候 后排的诚哥突然开口 我劝你 最好不要在这里停车 司机点了点头 你担心是碰瓷的 我也在新闻上看过 有的大人呢 故意让小孩在公路旁边玩 车辆经过 孩子受了惊吓 大人会立马跑出来讹诈 因为手经的是小孩 所以就算有监控 也难说清楚 最后很多人中招啊 碰瓷的药钱 你遇到的东西 可是要命 诚哥低声说道 他心里也在疑惑 这司机是不是有招鬼的体质 还没进入白龙洞 就已经接连出现意外 以防万一 诚哥使用阴桶 仔细扫尸司机 最后发现 他确实只是一个普通人 问题不是出在司机身上 那估计 就是我的原因了 会不会是影子 在隧道里动了手脚 诚哥清楚地记得 被影子附身的假名 就是昏倒在隧道外面 那碗影子在隧道里 做了什么 没人知道 在诚哥思考的时候 他旁边的窗户突然被拍动 扭头看去 一张小孩的脸 出现在诚哥旁边 隔着车窗玻璃 孩子惨白地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他身体倾斜趴在玻璃上 似乎是在往车里看 你在找东西吗 诚哥也微微一笑 手握住了碎螺锤的锤柄 慢慢往外拉 这一幕非常诡异 车门外的鬼不安好心 车子里的人图谋不轨 孩子的小手用力拍打车窗 玻璃上慢慢出现了一个个手掌印 这孩子手掌上好像沾有红泥 原本干净的玻璃 很快被弄脏了 孩子惨白的脸 在一个个手掌印中晃动 看着有些吓人 不过 让司机更担心的是 自己后座的那位乘客 他手里好像抓着什么东西 正对窗外的孩子傻笑 两人就好像在做某一种游戏 那个 司机想缓和一下车内的气氛 睁开了嘴 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其实往前开吧 不要管这个熊孩子 不太好吧 司机有些犹豫 这倒不是说他心地善良 他只是在担心 突然启动车子 会把孩子带倒 万一再被车轮压着了 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可能是听到了成哥说的话 孩子开始更加用力地拍打车窗 玻璃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手掌印 继续拍 有本事 你就把这玻璃拍碎 成哥仿佛跟车外的孩子杠上 笑眯眯地看着那孩子 一脸挑衅 这都什么跟什么呢 成哥心里无语 和这不是你的车 真拍碎了 我找谁说理去 他咳嗽了几声 询问了副驾驶的女人一句 你认识这孩子吗 他应该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吧 在遇见鬼的时候 请教另一只鬼现在该怎么做 成哥仿佛在这司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没有说话 脸上表情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女人一句话都没说 但是司机却频频点头 似乎是被谁给说服了 他朝窗外的小孩招手 迟疑地看了对方一会儿 然后打开了后车门 进来吧 既然你们要去同一个地方 那我正好把你们一起送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